以财经知识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独特的技能 我自己都很明白大家不喜欢财经 因为我当年也是这样 其实钱是不会说谎的 资金流是不会说谎的 它去了哪里,钱是怎样走的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事件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做Invest Gating 这个财经知识必须要有 另外,如果你想看世界的大布局 每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经济 A-level 毕业之后 最后来到最后,科大有一个offer 给了我,同期呢 书人有一个offer,给了我 两边选择,结果最后 科大那边就放弃了 来到书人这里读 好奇怪的,很多人都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自己就会觉得是自己喜欢 一些对人的事 所以就选择了去读一些对人 就是新闻系对人的东西 我好记得我演响的时候 有一个星期论《财经》的 我是被人拿到飞起的 因为我是完全不懂 是错了那些东西 结果,为什么最后会做了财经记者呢 就是因为森哥的一番说话 其实森哥当年跟我说 如果你做港文的话 未来你要转工 你好像出路没有那么阔 但是他说 香港有几千家上市公司 结果呢 我就傻傻地去做财经 而我做财经的时候 然后呢,我是完全什么都不懂的 完全不懂 最好幸运就是当时 在《都市日报》 一个师兄 叫韩文俊 就照着我去教我 亲自慢慢教 是由地产开始做起的 做了一下之后 自己的兴趣就会越来越大 接着 最后《master》 读一些关于财经相关的东西 你读过中大的《master》 相对其他学校 我会觉得 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没那么close 但是相对数人就不同 不知为什么是特别close 譬如你找森哥聊天 他可以读一张垃圾桶 反转你坐半个钟 坐一个钟和他聊天 这个比较特别 我们也希望可以做回这件事 将自己学到的东西 教给一些师弟和师妹 这样